在这一小节我会对之前尚没有向大家介绍的两个非常常用的大多数浏览器都兼容的converse函数的进行一个补移 那么第一个函数呢就是clear rect clear rect呢只是我们在这个课里头呢没有这样单拿出来去讲 但是在上一课绚丽的倒计时效果converse绘图与动画基础中我们已经多次的使用了clear rect 那么在这一刻之前我们也做过一些小的动画也会使用clear rect clear rect就是对指定区域的一个矩形进行一次清空操作 那么通常呢它会用在动画的制作中清空一次屏幕之后呢进行一次重绘制 对于这个函数呢之前我们已经有了诸多的例子来应用它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只是一带而过 在这一节里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是it's point in path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converse中内置的一个点击检测的函数 它做的事情是看传入的两个参数xy组成了一个点的坐标 这个点是否在当前所规划的路径内 那么这个函数的意义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已经很好理解了 这个函数通常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现在看一个小demo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demo里 我在converse画布中随机画了十个圆形 那么在这个demo中我加入了一定的交互效果 当我鼠标点击一个圆形的时候 相应的这个圆形就会变成红颜色 那么这个效果是怎么实现的呢 下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这个代码对于大家来说虽然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对于现在的大家尤其是对javascript比较熟悉的同学来说 应该并不难 我们一行一行的来解读一下 首先有一个全局的变量叫做bores 我们之后在converse画布中随机绘制的那些小球的相关的变量 都会存储在bores这个数组中 其次converse和context这两个绘制相关的接口变量 我在这个demo中放在了全局的位置 因为这里面函数比较多 和converse相关的我通过这种全局的方法就直接拿到了 那么在window.unload中 首先我设定了converse的宽和高 之后我对bores这个数组进行了组件 那么组件的方法非常简单 进行一次循环 循环十次 每次随机一个小球 那么随机的方式呢 是创建一个叫做aboard的变量 随机xy是小球的圆形坐标 以及r是小球的半径 这样三个变量 最后把生成的这个aboard一个小球 放进bores这个数组中 再之后非常简单 首先我要调用一次draw函数 那么draw函数使用的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学习的converse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函数非常的短 一次for循环便利bores数组 每一次使用arc方法规划圆形的路径 指定一种蓝的颜色 最后使用fill把这个圆形给画出来就好了 唯一不同的是 这次我使用converse的and event listener 这样一个方法创建了一次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呢是mouse up 也就是鼠标点击的时候 抬起来的时候产生的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响应的函数呢 我管它叫detect 那么我们之前没有讲过的所有的新东西 这个demo能够进行交互的秘密 就全都在detect的这个函数中了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detect的这个函数 在detect函数中 我首先要获取鼠标点击 相对于converse这个画布的位置 对此呢我用了这样两行代码 这两行代码呢 希望大家能记住是一个标准的 获取鼠标点击在converse中位置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大家仔细分析一下并不复杂 x轴的坐标位置是invent.clientx 减去converse.getboundingclientrect.left 那么getboundingclientrect这样一个函数呢 是javascript的函数 大家要注意这个不是converse提供的接口函数 对于一个dom对象 是有这样一个函数 可以获得它的包围框相关的一些属性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鼠标点击是相对于整个的这个外部文档而言的 所以我可以拿到我这个鼠标的坐标基于这个外部文档 它的坐标 那我真正需要的呢 是这一次点击落在了converse画布的哪个位置 所以相对于x来说要减去converse这个画布 它离整个文档左侧的这段距离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次鼠标点击相对于converse这个画布的x的位置 同理对于y也是相似的 用event.clienty减去converse.getboundingclientdirect.top 那么以后大家可能会做很多converse交互相关的这种应用程序 那么都会处理鼠标的事件 在处理鼠标事件的时候 都需要拿到鼠标针对当前converse的坐标 这个获取坐标的方法 两行代码是不变的 是一个标准的方法 当我拿到这次鼠标点击的坐标之后 我进行了一次循环 便利了bors这个数组 每次便利这个数组的时候 我先创建了这个bors相关的路径 之后我就要用到我们这次讲的这个新的函数 is point in pass 传入鼠标点击的这个位置 xy 看现在点击的位置 是不是在某一个小球的路径里面 如果是的话 下面这个if语句里面做的操作就是 设置一个feel style 把它设置成红色 进行一次绘制 那么这次绘制 大家可以想象 使用了一个红色的小球 把之前绘制的蓝色的小球给覆盖住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就形成了大家刚才看到的这种效果 是不是非常的酷 为了拓展大家的思路 我还制作了这样一个demo 那么在这个demo里和刚才不同的是 我不需要点击了 当鼠标移动过这种蓝色的小球的时候 蓝色的小球就变红 当鼠标移出的时候 它就会变蓝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在我讲具体代码的时候 先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效果应该怎样实现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代码 这个代码和刚才呢 其实变化并不大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前面基本一致 最大的不同是在这个事件的加载上 我使用的是converse.and event listener 事件选择的是mouse move 也就是在鼠标移动的时候就要发生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 我依然管它叫detect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detect 非常简单 首先获得当前鼠标移动的时候 移动到的xy的坐标 然后在移动的过程中就不停的使用draw这个函数 来绘制当前整个converse这个画布 那么draw这个函数跟刚才的区别在于 每一次绘制之前 要对整个画布进行一次清空 使用clear rect这样一个方法 除此之外 在绘制所有的小球的时候 就要判断当前的这个xy坐标 是否在所绘制的这个小球的路径内 使用的是point in path这样一个函数 如果是的话 feel style选择read 否则的话选择这种蓝色 使用feel就可以了 大家看完以后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ispoint in path 是一个非常好的 为我们提供交互性的这样一个接口的函数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开动脑筋 使用这样一个接口 包括使用我们学习过的 其他的javascript提供的事件方法 来改进converse程序 让converse程序具有更多的交互性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